所以中國人比以前很多智慧才太厲害的 剛剛講咧 我們家的石墨一年轉二十到三十萬圈 那會磨什麼 會 很少很少 我在這邊用的石墨這十年大概我整修一次 整修大概是磕1mm那個深度 磕那個痕跡十年只修一次 所以各位這個石墨可以用幾百年不要懷疑 好 這個東西怎麼使用 剛剛講第一件事情沖水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使用的人位置要站對 要是用過的朋友們 用過舉手 小時候用過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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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手放下 那舉就是你大概在六十下 來看一下 我們早期整根都是木頭非常重 所以有些這樣你就會把這個石墨 這個推板裝一個吊蓋 好 我們剛好這個有繩子 這個繩子有積住 站在後方 兩隻腳並用手往前 身高剛好指尖碰住 這個動作叫向前看氣 接下來腳往前趴一步 這一步標準大人走路的一步 重心往前 前腳回彎 後腳打直 輕輕握著 不要抓緊 對 弓箭步 好 動的時候呢 只有上半身下盤都動 那有時候你要是覺得卡卡的 太前面太後面 稍微調整一下 好 來 我們只有動上半身跟手 石墨是用推 不是用搖 好 來 黃豆要加水 下去之後輕輕一推給它過一半 拉回來 那因為它要往回走 推過去 拉回來 速度 最好的速度是一秒鐘一圈 它有衝力 然後呢 比黃豆可以放量多一點 有沒有看到 各位發現呢 這個石頭在旋轉的時候 磨出來的豆漿 剛好又是它的重化器 所以幾乎不會磨出來 好 來 來